香港政府动用紧急法禁止示威者在抗议中使用蒙面物品 美国重量级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认为 禁蒙面法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 有关向亲请记者莫宇来做进一步的介绍 莫宇 是 那美国国会的多位重量级议员都对香港这个出台蒙面禁令是发表评论 美国国会众议员议长民主党人佩洛西在推特上他就说呢 香港引用紧急法禁止蒙面 不仅没有回应民众的不满只会加剧对言论自由的担忧 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 也在推文上这个对香港出台的这个蒙面禁令发表评论 那他说林郑月娥没有集中力量寻找解决香港目前这个局势的一个政治方案 而是使用紧急法来禁止蒙面 他说如果香港这个想要保持其全球这个经济金融中心的这个地位的话 香港政府应当重新考虑其优先事项 那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推特官方账号也表示 禁令无法解决引发香港抗议示威四个多月的这个根本问题 那委员会这个他们在推特上说呢 这个委员会主席敦促香港政府寻求政治解决方案 处理抗议者的关键要求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五在记者会上说 制定反蒙面法能够有效阻吓暴力示威者进行所谓的违法行为 并且有助于警方执法 但是批评人士认为这会阻碍人们的和平示威 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就发表声明指出 正是因为香港当局制造的恐怖氛围 抗议者面临被任意逮捕监视和催泪弹的威胁 示威者才认为有必要蒙面 那港府动用紧急法禁止示威者蒙面 是抗议是镇压抗议的一种极端尝试 国际特赦的东亚区办事处主任罗祝华在声明中说 香港当局没有令局势降级 反而选择赋予他们自己广泛的新权力来镇压抗议 这显示出他们越来越不容忍和平集会自由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教授许田波对美国之音表示 平息抗议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 那他认为港府本可以同意对警方暴力问题展开调查 那调查需要一些时间 抗议示威在这个过程中也许也就会逐渐的平息下来 这本来是一个双赢的选项 但是他说现在港府现在的选择只会令局势恶化 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他们需要明白 他们采取的每一个压制行动都只会激化局势 而不是平息反对浪潮 对香港民众来说 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最后一搏 因为他们认为港府没有一点自治权 他们认为如果不继续抗争 香港只会走向死亡 北京方面是强硬支持香港的这个禁蒙面法 称反顺中的抗议已经变质为颜色革命 并且在这个措辞上是使用了共产党当局 采取重大镇压行动之前 所使用的这个政治定性标签 来形容香港的街头抗议 称有一些这个抗议是有预谋 有计划 有组织的暴力行动 那在这个香港呢 在这个蒙面禁令发布之后 是发生了更多的街头冲突 一名抗议者被一名受到围攻的警察开窍打伤 那在这些抗议活动中 过去香港人加油的这个口号 现在已经变为香港人反抗 这样的口号 香云 感谢记者墨宇带来的连线报道